根據調查 邊境開放後 臺灣人最想去的是日本 血拼 吃美食 還有買買買 日前匯率一元臺幣兌換四點五三日元 日元探底二十五年來新低 很多哈日族早就部署 陸續換匯 銀行也搶打雙幣卡 要搶拨一波出火熱潮 目前多家銀行推出雙幣卡 有日元 美元 歐元等必別 以日幣雙幣卡為例 民眾可以趁日元走邊買入 存進外幣銀行 一般信用卡在國外銷匯 是用集齊匯率計算 匯率變動大 但雙幣卡的好處就是能逢低換匯 等到日本或購物網站消費時 扣的是帳戶中的便宜日幣 他是足道日本 現在只要使用銀行所推出的雙幣卡 搭配海外回饋 買時下最夯的水波爐 就能再多買三碗拉麵 以買日系水波爐為例 一台約二點五萬 用雙幣卡付款 支付的是匯款時划算的日幣 加上四趴回饋 就算要扣掉一點五趴的手續費 還是能節省六百二十五元 之前最貴有到零點三七 所以我覺得民眾 如果現在手上有點閒錢 你可以分批買進 雙幣卡的精髓 建立在趁便宜換匯 必須擁有同價銀行的外幣帳戶 而且免年費門檻不低 以玉山銀行為例 就要求必須在外幣帳戶中 有相當於十五萬臺幣的資產 達人也提醒海外消費 回饋雖然高 但通常設有上限 民眾行打細算用雙幣卡也要留意年費問題 免年費的前提都有消費門檻 從日本前記得趁著日幣便宜 超前部署